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劳动节假期的第2日 即5月2日是假期 我和老爷出荃湾喝茶 我们有几个月没有上酒楼喝茶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里南风中心上的 王府丰盛酒楼 如何过来呢? 就是在港铁荃湾站A出口直行 再走前些 就看到王府丰盛酒楼 我们要坐升级上4楼 都几多人排队 第一部升级搭不到 现在等第二部升级 又会这么幸运不用等位 今天酒楼也很热闹 目测也有九成的入座率 这位老爷 因为两个杯不同 乘机和姐姐在这边搭散 我计算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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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不够这个 特色 不? 是自然自然信用 是自然自然分配 不是 自然自然分配 应该是最大的 买两个 或者是 不是 全是王府的 是不同的 老爷为何不洗口罩 你走完后 太棒了 太棒了 老爺很久了 看點心子 很久沒出來 喝茶 先喝杯 碰杯 碰杯 很划算 碰杯也不肯 什麼老爺 看看點心子 很多選擇 蝦餃燒賣 指定工作 還有生滾粥 有大包 有甜品 很多食物 有點心子 有點心子 優惠 有媽寶 32-8 兩個點心 當然叫這個 下面這些 不是媽寶 雪山叉燒包 15.8 燒賣 15.8 不要以為 兩樣15.8 每樣15.8 這些都是 每樣19.8 這間酒樓 都幾大間 有一扇窗 都幾光猛 一上來 雪山叉燒包 這是特價 阿肥 指名想吃 我當然不動 怎麼敢 又說去 洗手間 補妝 等他回來吃 第二個上場是 蘿蔔糕 然後做兩顆燒賣 看看 又說補妝 補完也是這樣 是嗎 這是補妝的 你去洗手間 不是補妝的 做什麼 洗澡 那我去開個 雪山叉燒包 看看 這個雪山叉燒包 餡 就不爆漿 那我嘗嘗去看看 好不好 這個包 挺蓬鬆的 雖然 餡未至爆漿 但以一個正常的叉燒包來說 是不錯的 另外它的皮很鬆軟 所以這個叉燒包 好吃 老爺 先試一下蘿蔔糕 蘿蔔糕 都正常好吃 只不過 我們以前吃開這樣的蘿蔔糕 就應該有些甜醬 和魚君益 但今天就好像白賴 很濃烈的 嗯 先試一下蘿蔔糕 先試一下蘿蔔糕 剛剛試過蘿蔔糕 一般 那塊糕好像很粉 很濃 但蘿蔔又不夠多 所以蘿蔔味不夠香 喂 有小小的東西補充 那這個蘿蔔糕 其實就 又不是說差那麼重要 這個蘿蔔味很濃烈 我又重新嘗試一下 蘿蔔糕 是 粉多 是 不過蘿蔔味很濃烈 很濃烈 這個和這個 是孖寶 這個就是散叫 還有這個 就是散叫 牛腸 牛肉腸 牛肉腸都夠滑 但牛肉好像沒有什麼味 他又說陳皮牛肉腸 成不出陳皮味 但粉皮也很好 很滑 燒賣 燒賣 並不出色 純粹是 中等水準 牛腸 那個 腸粉 很滑 我覺得 很好吃 又夠大 沒有什麼 牛肉肉 你媽寶的價錢 32.8元 飯糊肉和 蘿蔔糕 你覺得值不值 你覺得 全肚永遠都是值得吃的 接著上台的是鹹水閣 哇 很久沒吃過鹹水閣 哇 這個 我最喜歡 豬腳薑 每個人都說 你為什麼經常吃豬腳薑 你是不是有了 你應該答人 是啊 我有了 胃口 你老爺 口沒遮難 我獎你嘴 所以 所以才可以 你看 這個豬腳薑 聞到很香 嘩 嘩 這些豬腳 很美 很肥美 有幾個豬腳 也有很多 但很多都不小 嘩 好像很美 有個蛋 很大了 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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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豬腳薑 很軟 很入味 很香 看你這麼醜 這個真的很軟 喜歡吃 我覺得 全場最好的就是這個豬腳薑 我覺得是他們的名牌 是他們的名牌 因為它是夠時間 那些豬腳 有些碎骨 骨折骨之間 有些叫做軟骨 軟骨是融化的 咬出來 就變成好像是 啫喱 這是很多人都喜歡的 問題就是 甜一點 可能放得冰糖太多 嘩 看是多肥 老爺很少這麼喜歡吃豬腳薑 吃完又吃 這個豬腳薑真的 質素很高 上台的蝦餃 第二輪的單 第一輪叫四個點心 不要叫太多 第二輪才叫其他點心 就可以趁熱 夠晶圓 夠大粒 味道如何 不知道 咬一口 拍照就咬 熱辣辣的當然好吃 剛剛上台 蝦又不錯 很多 這個有些水準 這個 還有 不會太乾 很柴 裡面是有淡汁的 不是太多 都可以了 這裡都可以叫蝦餃 有老爺說要解剖蝦餃 有很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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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味不太重 不太割 但是正常好吃 蝦就大大粒 蝦餃大大粒 蝦也有幾隻 是不錯的 我剛剛試過蝦餃 真的好吃 很香的蝦味 熱辣辣 它有些豬肉味 總之好吃 看老爺的蝦餃 看老爺的蝦餃 這裏飲茶的好處 就是不碳 看對面的客人 就可以跟道主慢慢享受 這些才是喝茶的情懷 我們叫點心 可以分兩門叫 或者三門叫 慢慢享受 大家要注意 媽寶的點心寺 一至五是六點半至十二點 我們今天假期六點半至十一點 十點九 就收了這張紙 就不給叫 不給叫 阿姐說 你是不是叫 叫就拿一張紙 回來給我們看看 是 盡早叫 如果想知道大中小點多少錢 就在這個寶那裏 才找到 早點十八個八 中點二十二個八 大點二十七個八 茶位是九元 五市就是這家 他都有分 一至五萬 或者是星期六日假期 我們今天假期 早午茶市都是這家 小點要二十二個八 中點二十六個八 大點三十一個八 茶位是十一元 當然是平時過來便宜 茶位也是九元 點心也便宜一點 目測水的試飲不夠多 因為我們還叫了兩人 現在老爺找人 去追單 再來兩個點心 蘿蔔絲酥餅 這個看來不錯 接著是鮮蝦春卷 老爺這兩個點心 我們等久了 今天就叫了三個炸蜜 但是似乎都是比較慢 炸蜜未必是他們的拿手空氣 一個就是 比較早來的 這個鹹水閣 鹹水閣是薄了一點 因為有時候吃的 那些厚身一點的 糯米粉 比較好味 炸大了 浮大了 這個 這個 春卷和蘿蝦千絲酥 千枯萬換此出來 追了大約半個小時 就出來了 出來了 我感覺上 手指是怎樣 是暖暖的 都不太熱 還未吃 不知道質素如何 這個鹹水閣質素一般 不是說這麼有驚喜 蘿蔔千絲酥 老爺吃的時候說不太夠熱 但是很多蘿蔔 蘿蔔和拉絲 剛剛吃過 我故意追開了 很多蘿蔔 你看這些蘿蔔 好像拉絲 好像拉絲 這個好吃 好味道 這個 皮 都酥脆 好吃 它是冷了一點 但是還是暖暖的 但是仍然好吃 嘩 整個蘿蔔絲 春卷 近來在酒樓都少吃 這個就是蝦 春卷 稍微 涼了一點 變成溫溫 溫溫噹噹噹噹噹的 味道呢 我發現這間酒樓 調味是比較足的 所謂調味足的意思 就是 鹽 是放得夠份量的 不是過鹹的 不過 最低限度 不要說是淡毛毛 不好吃 反而現在的皮 就有這一件 就叫蘿蔔千絲酥 我覺得是意外驚喜 因為裡面的餡料 順蘿蔔 可能是切絲 調味道也不錯 好吃 炸出來 那個酥皮 那個面 又不錯 反而我覺得是一個驚喜 埋單 自選馬寶 包括煎蘿蔔糕牛肉腸 34.8 鮮蝦燒買王 2粒 17.8 雪山叉燒包 17.8 斗門蝦餃王 38.8 蘿蔔千絲酥 31.8 鮮蝦長春卷 31.8 鹹水 22.8 薑醋 33.8 飯盒 2元 杯心袋 1元 茶位 2位 22元 1元 總數280元 大洋 我覺得這間酒樓 不錯 算不錯 挺不錯 點心 不算貴 街坊價錢 如果星期一至五 更加抵 他們的時影明顯不夠 但態度 也不算太差 至少在片頭 有個姐姐 也跟老爺聊了幾句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 還有 他就腳踩死 泉灣港鐵站出來 就是了 不要走 大家有沒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進來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點滴分享 ID是 RedBokey118 多謝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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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誰 當然是支持老爺 訂閱、讚好、留言 留言 不知道說什麼好 就給他手指尾 不是 給他心 多謝